小时候我们都喜欢听西游记 大闹天空的孙悟空 猪八戒吃西瓜 唐僧又念金鼓咒了 还有西游记里面的各种妖魔鬼怪 特别有趣 西游记最精髓的当然就是西天取经 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唐僧要去西天取经 我们天朝上邦按中国人的逻辑什么都有吗 为什么还要跑去取经呢 而且还非要去西方取经呢 难道南边没有吗 东边没有吗 北边没有吗 这个唐僧肯定不爱国 我们中华文明五千年博大今生 老祖宗什么都有 你还跑到西方去取经 这难道不是辱华了吗 对了当时没有中华只有大唐 肯定辱唐了呀 欢迎大家来到自由发生 我是来自中国大陆的007 本期节目007就来破解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谜案 唐僧为什么要西天取经 现代中国人喜欢看武侠小说 在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里面 那些大侠们可是一山更比一山高 尤其是古龙小说里面的那些爵士高手 很多都是一个传说 最著名的当属天外飞仙他是这么写的 月圆之夜 紫禁之巅 一剑西来 天外飞仙 天外飞仙呢写的是夜孤城和他的绝招天外飞仙 此招施展出来如天仙下凡简直神福奇迹 我们大家留意一下这个近似于飞仙的剑神 他是一剑西来 从西边来 为什么他不能从南边来北边来东边来呢 还有那位和夜孤城决战止境城之巅的叫西门吹雪 西门吹雪这个名字也很特别 如果他是东门北门或者南门的 那绝对吹不了雪了 只有西门西边才会给我们带来一种神秘感 带来高大上的感觉 这个是已经影响到我们今天的汉语文字的了 包括今天共产党说的 你们不要被西方外国势力所干涉 这个西门也好西方也好 是既神秘仿佛天仙又很怪异仿佛是妖怪 那么一个简简单单的西方西字 为什么会带给中国人如此大的爱恨情仇呢 Anyway 我们先说近代 19世纪西方列强来到中原 首先是统治者受到了威胁 感受到了所谓的船坚炮力 从武器各种工具技术 西方列强的高维度打击低维度一般 大清国的王朝的统治者再也睡不着觉了 因为西方列强的文明是碾压式的超越了中国王朝的统治者 让他们丧失了所有的优势 甚至连统治的合法性都随时可能被高级文明剥夺 但与此同时呢 西方列强对中原的老百姓带来的是更多的好处 洋游 洋灯 洋布 这些器具 还有更加文明的洋教 洋学堂 洋医院 洋书 更重要的是随着各种条约的签订 五口通商 香港的割让 上海租界的成立等等 让中国普通的老百姓 有了一个选择的机会 可以像洋人一样 过着自由的生活 所以说中国的统治者 那些官僚们会痛心疾首的喊 这是千年为有之变局啊 他们痛心什么呢 痛心他们的老百姓从此以后 不会再安心的做统治者的奴隶 不会再老老实实的跪在官僚的面前 被他们打屁股 这就是在十九世纪那个时代 带给我们最大的冲击 也被今天写进了各种历史的教科书 我们抛开这些统治者的痛心疾首 和这些宣传员们所宣传出来的 所谓的民族耻辱之外了 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问题 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同文明 带来的一种文明的冲突 大清国的那些奴隶主们 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 把中原的人把清国的老百姓们 像牛马一样管着了 他们丧失了他们的统治合法性 而且他们也没有那个实力和新来的西方列强叫板 这才是十九世纪所谓的鸦片战争以来 西方列强给中国带来的东西 直到今天我们中原这片土地上的普通人 还享受着这样的成果 而当时的统治者满蒙的巴奇 早已经成为历史的尘埃 这个才是真正的历史 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西方 十九世纪的这次重大的变革 也是来自西方 只不过他们这次不是从新疆甘肃那一带走过来的 而是从海上直接过来的 OK 我们根据在十九世纪发生的这些历史事实 我们实际可以从自古以来华夏的历史之中 发现无数这样的事实 只是我们以前记载历史叙述历史的人 有意的忽略了这些 比如说中文有一个字叫美 美 美丽的美 这个字是由羊和大组成的 在殷商的甲骨文之中就有 意思是很大的羊就是美丽的漂亮的 那么我们根据羊绵羊的起源 我们知道最早的羊来自于欧洲和美索不达米亚 也就是今天的波斯 有记载的人类最早驯化羊的地方 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 那么我们可以推测 羊也是由西而东来的 实际上直到今天呢 中国养绵羊的也是在西北地区 而且很重要的是大部分都是由 所谓的少数民族们在养 汉人到今天也没有养绵羊的习惯和传统 这个羊到了东方成为我们中原主要的深处 成为我们美丽的美智 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在我们有文字有历史记载的时候 中国和西方就有交流和沟通 而且我们可以根据中国历史的记载 不难判断的出来由西方而来的游牧民族也好 外国势力也好 他们也一次又一次的改变了中原的统治者 周王来自于西越 秦帝国也来自于西边 这个和十九世纪的西方列强到中国和其的相似 中原人不仅是普通的老百姓 连帝王都对西方有着无数的幻想 比如说西王母的传说 而且历史书还记载 周牧王为了去找西王母 不惜放弃在中原座皇帝的九五之尊 屁颠屁颠的跑到西方去寻找他的西王母 大家想一想 北边没有王母吗 东边没有王母吗 王母住南方也行呀 又暖和对吧 为什么就住在西方呢 实际上他和唐僧要去西天取经 道理是一样的 原因很简单 因为斯加摩尼住在西方 因为更高级的文明 更先进的人类是从西方而来的 中原的人并不是傻瓜 他们知道哪里的好 所以说自然要去学习好的东西 而不会跑去更加落后的地方嘛 就像今天的中国人 你们要去移民也好 去海外去留学也好 会选择西方的国家呢 还是会选择去马来西亚 能选择米饭 他们当然不会选择吃死 所谓的人往高处走 谁往低处流 OK 所以说中原人自古以来 在历史之中 在汉语之中 对西方表达出各种仰慕之情 比如说西方极乐世界 什么是极乐世界 就是天堂嘛 那么这个天堂为什么不在南方北方 而一定也要在西方 这个原因我想大家一定非常的明白了 我们再来看中国的历史 从上古的皇帝传说 也是西来的皇帝 战胜了东方的持有族 从此以后皇帝燕帝 就成为华夏人的祖先 接着我们看到在中原的历史之中 强势的一方总是在北方 其实准确的来说是在西北方 周天子来自于西方 秦国来自于西方 而秦国要防止匈奴修建的长城 也是在他们的西北方 汉朝的刘邦也是由西而东征服了中原 南北朝的武夫乱华全部都是来自于西北 唐代的安史之乱来自于西北 平西安史之乱的吐蕃人也是来自于西方 OK 我来给大家总结一下 第一个呢 华夏中原人在历史之中 从远古的皇帝到19世纪到今天 我们与西方以前是和中亚印度一直都在交流 一直都有交流和沟通甚至有文化的冲突 第二个中原人非常的清楚 在与西方人的交流之中 从遥远的西方中亚印度波斯那些地方而来的文化 是很先进的 所以说我们对他们很向往 第三个 从波斯印度中亚交流而来的先进科技 让跟他们有商路来往的地方 中原的西部地区 新疆甘肃陕西和四川一带具备一定的先进性 这也是为什么自有华夏历史以来 往往都是由西北往中原来征服的 从西向东征服的 从北向南征服的 而不是相反的方向征服 那个原因很明显 就像19世纪的西方列强 不可能被清朝征服 道理是一样的 第四个呢 我们可以根据历史看出来 无论是波斯人训化了马羊 还是炼化了金属 发明了车轮 这些更加先进的文明 必然是通过中亚一带 慢慢的向中原传播而来 对于中原人来说 这些工具也好 这些科技也好 这些文明也好 几乎都是碾压式的 所以说中国的历史 也是由西而向东来征服 第五个 除了文化交流 科学技术工具的交流 这些贸易线路的存在 自然产生了大量的利益 产生了大量的金钱 我给大家讲一个最著名的故事 就是李白的故事 我们大家都知道 李白是唐朝最著名的诗人 被称为诗仙 而李白的家族就是做贸易的 他们家是在中亚到中原一带做贸易的 肯定不是汉人 而是来自于中亚 甚至从波斯从事于贸易的 李白的哥哥为了支持弟弟来中原发展 给他船上放了很多黄金 所以说传说中有一船黄金 所以说李白来到中原之后 那就五花马千金求 夫而将出换美酒 于而供消万古仇 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 如果李白的家族不是这样的贸易商 李白又怎么可以如此的豪爽 这些贸易商是非常富有的 按今天来说 那就是王健林、马云这样的富豪 从南北朝到唐代一直到宋代 有历史记录以来 这样由西而来的大富豪有很多 波斯、印度、中亚来的巨家 什么夜明珠的传说 就有很多和波斯的商人有关 第六点 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测 中原的统治阶层 从周、秦、五福乱华以来 和来自西越、中亚、甚至波斯的族群 都有很大的关系 比如说唐朝的创始人李源家族 就是来自于隆西的世家大族 这种西北的世家大族 并不是养了多少奴隶 并不是有多少土地和庄园 真正让他们成为世家的是 他们会说福语 他们甚至就是福人 可以与波斯人 中亚的各种福人交流做贸易的贸易上 OK 中国的历史之中 关于西方的各种美丽的传说 是比比皆是 所以说自然而然 我们会看到像唐僧去西天取经的这样的故事 最后我给大家提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我们知道中原号称是天朝上邦 皇帝就叫天子 但是关于这个天字呢 却非常有意思 什么是天 按汉语的逻辑就叫西天 因为你不可能找到南天 北天 冬天 说明这个天呢 必然是西天 那么这个天既然在西边 在西方 天子 岂不就是西方人的儿子吗 对此 你有什么看法 请留言给我 好了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自由发声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